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是没有中 所以我为什么没有戴口罩 就是因为我知道 今天帮凤云戴班 所以早上还没开嗓 所以有点声音卡弹的感觉 刚刚讲到说台股是这样子 就是说量缩缩到一年九个月的新低 这个量缩代表就是说散户大家退场 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留言板上有讲说 多空双疤很难做 的确最近的行情很难做 确实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既然很难做 当然资金就不进来市场 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公布出来的数字 7月的出口相当的不错 昨天公布出来 今天经济日报跟官方时报 都是头条消息 都是出口 这个7月出口连25红 金额433亿 这个年增14% 那今年出口拼5000亿 就这样子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正面的消息 那看看今天这个消息能不能激励台股 另外台股在量能创新低的同时 高价股纷纷跌破1000块 那现在目前千金股指向四档了 包括最近普类KY的股价也中错 也破千金了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高价股 似乎在这个筹码面上面 或者说在技术面上不利的情况之下 那会不会进一步的去挤压到 中低价位的股价呢 这就值得观察 那在营收的部分 我们看到长龙7月营收 是创历史新高的 这个年比增幅高达36.8% 但是月增的幅度就4% 显见呢 大概营收的高峰 应该就在这边了 那前7个月 长龙的营收是4086亿 那去年 今年上半年的EPS 长龙股价 长龙EPS高达38.49元 所以股价呢 在昨天重返了100到101 涨幅是1.8% 另外望海就相对差一点 上半年的EPS只有25.21 距长龙的这个将近39块的EPS 差距不少 那台数四宝 昨天也公布了7月的营收 有好有坏 台数的营收是 这个出现了年减10% 南亚呢 衰退24% 台化还好 增了3% 台数化是大增42% 所以台数跟南亚的状况并不好 那这个当然跟整个油价下跌 数化景气有关 那针对陆港股的走势 以及台股最新的行情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是 财经专家 古怪教授谢陈彦 陈彦你好 木豪哥早 大家早 那陈彦怎么看台股量缩到 这个一年又九个月的新低 这样的一个量缩的情况呢 其实常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 像昨天的一个当冲 买进是714亿 现股的部分 卖出是715亿 所以等于有700多亿我们要扣除 那所以昨天的交易量是1714亿 再把这700多亿的当冲再扣掉的话 那等于真正比较有心要持有的股票的一个交易量 只有在1000亿 那这个量是真的蛮少的 所以在通常在交易量比较少的情况下 第一个对股市大家的参与状况是比较冷的 那这个是不是符合熊市 就像刚才莫娃哥前面讲的确实是符合熊市 但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就产业面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我把它做一个区分 第一个像中低阶手机的部分 还有像PC 还有像笔电的部分 我把它视为一个区块 这个部分的库存相当的 水位相当的高 目前还是属于供过于求 所以这个部分相关的 我还是会先避开 但是另外一个区块 像车电 还有包括高速运算 这个领域 目前是供给跟需求的状态是持平 甚至些微的供不应求 没有到完全跟不上需求 但是稍微一些些供不应求的情况 所以这个部分产业的状态也会比较热 所以像这两天看到盘面的一个状况 比较有机会的股票 几乎都是落在这个区块 那当然有一些跌升反弹 这个如果是在我刚才讲的 什么消费性电子这个领域的 我都还是先不会特别的去观察 那因为目前对台股来讲 坦白讲 我觉得八九月 按照过去的季节性来讲 也不是一个相当好操作的 但最近外资的部分还是持续没有进来 外资的部分还是持续没有进来 不过投信最近不论在OTC 在电子在金融都有琢磨 那我觉得一方面也跟国安基金 互盘的氛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关系 所以在我自己在操作上的想法是说 你还是要把这个产业 未来的趋势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会比较好 那因为现阶段通货膨胀 对台股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整个冲击慢慢的会降低 比较好的时间点应该会落在九月到十月这段时间 因为之前我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我说比较明朗的应该是在九月初公布八月营收 那如果大家看到整个营收慢慢的稳定下来 整个市场的一个趋势会比较稳定 好那讲到营收最近都在公布七月营收 企机中壘营收相当不错 那智邦智义营收也创下次高 那法人看好这个网通的营收会旺到第四季 你的看法呢 你觉得网通最近其实在盘面上面算是强势族群 那这两天最凶的就是光牵族群 对其实网通的部分 如果我们去看它的那个月营收 YOY的部分 我看大部分的股票都那个数字 很多甚至高达50% 就相较去年同期相比 那现阶段来讲 为什么这个台积电 它的营收 就我刚才在讨论 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晶片 公布应求的部分 其实大部分有一个区块 就是来自于网通这个概念 还有像之前为什么 这个联发科会要跟这个Intel来合作 其实也是网通的这个区块 所以网通今年下半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 因为配合未来 我们讲物联网或车联网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区块确实我觉得值得持续来关注 那这一的营收 先看企机好了 企机的营收 它的年增幅是53.6% 确实是超过五成的情况 那另外中壘的营收是65%的年增 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企机的营收年增是53.6% 中壘甚至高达65% 那智邦呢 它的营收年增也超过五成 那智益的营收年增是38.5% 接近四成 那普莱德 它的营收单月是历史次高 年增30.8% 从这些网通厂的营收可以看到 整个网通的状况 确实是蛮不错的 从这个营收的角度 那至于说盈利的部分 那当然要看他们的财报了 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营收的情况 那除了这个营收的情况以外呢 今天在工商时报也有一个大消息 就是说财政部动员妨害 八大航库备战 要成立应变小组 开出六大指标 每三小时要通报一次 而且演练呢 要延长到12号 最主要就是说呢 这个治安警戒专案 因为这次 其实裴若西来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工领域的地方 比如说像标记超商 像台铁车站 这个连台北火车站的大厅 都被骇客入侵了 然后这个系统都被 转到其他的画面上面去了 所以说 我们在交易资安上面 是不是有漏洞 或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 去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过去我们对这一块 好像没有那么重视 就是我讲实在 就是说在整个市场里面 过去资安股 对我们来讲 其实也不是大家非常在意的 因为这个毕竟 这个部分的产业的产值 相对比较小 但是如果我们 仔细的去做一个串言 像刚才这个瑞华哥 你讲到的治邦 因为基本上资安 要讨论几个部分 有硬体跟软体 硬体的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讲的 伺服器 这一块 你怎么样去做一个 比较好的控管 然后另外一个 当然就是讲到 资讯软体服务这一块 但在这就资讯软体服务这一块 我要坦白说我们目前 这一块相对来讲 确实是比较弱 而且如果我们去谈 资安概念股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相关的 股票能谈的比较少 会谈的比较少 最近还有一个 就是跟工业电脑相关的 大家也拿进来讨论 其实也都是在谈 资安这一块 但如果真的存资安股 我觉得目前 能讨论的空间比较小 存资安股 因为台股这一块 存资安股 真正就是它以资安为主的 比如说像我们常讲的 林群 然后资通 或林医这一块 那毕竟这一块 还不是主流 但是工业电脑 如果你把工业电脑 网通概念股 纳进来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 网通有一个部分 也是搭上资安概念 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说 另外大陆股市 跟港股的情况 那这一次其实裴洛西来台 我看对岸也点名了 四家台湾公司 那包括像林网 像是维新 对不起不是四家 其中一家联想 也都被点名 我想请教陈彦 就是说对岸会越来越多 这种动作吗 其实我觉得 现阶段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麻烦 就是说对 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瑞华哥在前面的新闻 特别谈到那个iPhone14 那像我们也在关注 就是说 现在整个大陆市场 手机的一个发展 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有很多 在大陆经营的这些台商 那他会不会受到 这些政策的一个影响 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 那所以最近我们在看整个陆港股 也产生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 比如说恒生指数 跟国企指数的表现就不好 尤其是这个国企指数 最近也因为 这个 这个美国问责 企业问责法案的关系 有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在 纯大陆上市的股票当中 包含上证 深证的表现 或是比较小型的股票 像深中小的部分 就稍微稳定一点 那最近我觉得 在联动大陆的ETF当中 有一个比较特别 值得去观察的是 跟电池相关的 这个00902 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 我觉得整个 全球的一个议题 最主要的关注 还是在 能源 电力 还有包括 这个太阳能发电 这个区块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 起床号 我是代办主持人 阮木华 那港股 恒生指数 在上周 就是军演 包括裴茹西来台 这段时间 曾经一度跌破过 2万点大关 不过呢 这两天又爬上了 2万点 但在2万点边缘 感觉起来非常疲弱了 那今年港股的低点 是出现在3月的中旬 当时呢 有一波的急跌 恒生指数 从这个2月初的高点 2万5千点 是一路急杀到 1万8千200多点 这个波段跌得非常凶之后 这个在3月中到4月 略微弹上来之后呢 再往下压了两波段 压到了这个5月初的低点之后呢 出现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的回升哦 那回升到差不多2万2千点 接近2万3千点哦 然后就涨不上去了 涨不上去之后呢 就往下压回 所以从这个6月底 到7月 以及到这个8月初 到现在 它是持续在压回的一个过程 那目前呢 在压在2万点这个一线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裴茹西来台湾 先起很多效应 包括了北京啊 出手反制 宣布呢 对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 要采取刑事 惩处措施 要终身追责 同时呢 宣布要惩戒啊 所谓台独顽固分子 关联机构 所以他就点名了 两个隶属外交部的 台湾民主基金会 跟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就国合会了 以及呢 四家公司哦 刚刚更正一下 没有那个 我刚刚说错不是联想 更正一下 就是包括宣德能源 还有零网科技 天亮医疗 跟天眼卫星科技 这四家公司都被点名了 那禁止大陆企业团体 或是个人跟 这个基金会啦 或者说这四家公司往来 而且禁止负责人登陆 那台湾民主基金会的 董事长是谁 就是林非凡 林非凡呢 也说啊 我们不会屈服啦 呼吁各界声援啦 这个霸凌啦 这样的说法 那我看到这个零网科技啊 包括宣德能 宣德啊 也都采取了 他们毕竟都是上市会公司嘛 就采取了一些动作 零网就喊冤了 那另外宣德呢 就说我出清了所有宣德能源的股票 那回到了 现在目前两岸三地 现在目前的一个 我觉得很 很对峙的一个形式 我不晓得 呃 陈彦怎么看 现在目前陆港股 台湾人还能投资陆港股 我们看到 网络版上也有很多网友在讲说 啊 对岸都要放烟火了 我们这边还讨论陆港股 我们还要去投资陆港股吗 那投资跟 现在目前这种 呃 所谓两岸之间的紧张对峙形势 我们能把它区分开来吗 呃 这个这个问题 却是蛮难回答的 因为基本上 呃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状态 如果说两岸的一个紧张的趋势 是持续的更有更为严峻的话 当然就投资的 的情感上来讲 其实你说真的要完全的切割开来 我觉得并不容易 我觉得并不容易 但当然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产业的话 看产业的话 会比较以国际性的角度去思考 如果以现在我在呃 呃 这个时间点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还是会用一个比较国际思维的角度去看 呃 因为以现阶段 目前来讲 全球主要面临的还是能源的问题啊 尤其是像 这个欧洲啊 它目前呃 呃 有电价的一个高涨 呃 现在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新能源的部分呢 呃 有比较呃 呃 大程度的在持续的一个扩张 所以像 除能啊 或是太阳能 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区块 呃 会比较有机会 但 在谈到这一个领域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去思考说 怎么样能够去做相关的一个投资 呃 包括电池啊 或者是除能 那因此我们我们在谈这个区块的时候 呃 以现在来讲 比如像 Ice Faceit 他也做了一个电池除能指数嘛 大家做这个电池除能指数 他就把这个 呃 全球在电池跟除能相关领域的公司 做了一个排序 那排出来 第一名是亚宝 亚宝 这是美国的公司 然后再来三星电馆 那其实第三名就是宁德时代 再来就LG化学 然后基内瑞克 智利的化工矿业 TDK 然后LG Energy Solution 再来是天启理业跟 呃 亿为理能 呃 所以基本上假设今天呃 我不用 我们不谈呃 以陆港股的角度去思考 而是以产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 呃 那在这当中当然就会有呃 可以投资美国的公司啊 韩国的公司啊 呃 日本的公司啊 或者是大陆的公司 基本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思维在 所以假设我今天不去深入的去探讨到底呃 大陆的企业目前有没有值得投资的机会 或是他们现在的经理人在投资的方向上的思维 那如果跳脱到这个部分我们以比较呃国际视野的角度来看的话 还是会呃 以电子跟呃 新能源相关的领域来看啊 以目前啊 我觉得这个产业还是比较的 那这里面还是就就是会谈到这一个陆港呃 香港上市 对对 会有一部分会会谈到 那从大盘来看哈 上证指数啊 在去年底的时候在三千七百点这一线 那一直跌到差不多四月底 跌到了两千八百六十点附近 这跌势也非常的重 那之后呢就开始出现反弹了 从呃四月下旬啊 一路涨到七月啊 涨到七月底呢 是涨到了差不多三千呃 三千四百点附近 那从三千四百点啊 压回到 那最新到差不多三千两百点 所以呃 今年以来大陆股市就是先跌 出现了这个从呃 五月开始的一波 连续两个月的上涨 那这一波走势呢 现在目前出现七月 又往下压的态势 那压到这边啊 刚刚好压回了季线边缘 那我要想请教这个呃 呃 陈彦的就是说 现在目前入股市切入机会 你刚刚讲说 呃 电池的部分 但我看一下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今年股价还下跌 虽然说宁德时代是 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最大的 就做这个电池的这个公司 但是呢 他今年的股价还跌了11% 将近12% 所以为什么宁德时代股价 反而是下跌了呢 其实今年来讲 因为前期他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是在电池材料 上游材料价格高涨的一个影响 这个部分是比较明显 但是如果说 以比较通盘的角度来看 其实电池产业 除了宁德时代 出现比较大的修正 我们我们讲在今年的上半段 其实大部分的电池股 其实是比较稳定在上游 那最近宁德时代 在呃 大幅度修正过后 其实股价也开始稳定下来 这个他稳定下来以后 慢慢的也带动了其他电池股 也在这个地方稳定 那当然我回到这个呃 整个大盘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不否认哦 他还有两个问题还是存在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还是在呃 这个村镇银行的部分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在房地产的部分 那这两个问题还会是 一样会是中长期影响 整个呃 陆港股一个非常重要的 结构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改变 所以我我们我们在看呃 近期来讲 整个大陆市场啊 他们的基金 其实还是比较focus在几个重要的产业 一个是在半导体的部分 尤其是跟车规相关的 就车用半导体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 新能源的部分 不论是电网也好 除能也好 或是太阳能产业的一个发展 然后另外一个是受到政策影响 比较呃比较少的产业 就是医药的产业 所以会发现说现阶段 在呃大陆的相关的基金 他们在投资的方向上会比较 着重在这几个领域 所以能够避开我们刚才讲的 村镇银行的问题啦 或者是房地产这几个问题 主要的主轴是这样啊 所以呃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限缩 在产业面来看的话 思维会比较清楚啊 嗯好 那干干风里业天奇这两家公司呢 你对他们的评价如何 其实基本上哦 因为现阶段呃在整个电池产业当中 最重要的还是最上游能源的 呃那个材料的一个掌握 因为真正做电池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上游的材料的话 其实电池的呃呃 以讲电动车来讲 毛利最低的是做品牌 然后再来好一点是电池 再往上是做整个材料的部分 所以干风里业啦 还有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天奇里业 他们为什么开始去掌握上游的材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未来中长级电池产业发展的一个策略 这个目前我们在看 策略上大家都开始往这个方向 这样走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好那这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吧 如果要进入鹿港股现在用什么心态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要做鹿港股 还是要把握产业啦 产业要对啦 我觉得如果产业不对 就你刚讲的电动车电池 对啊因为其他的我就觉得 还有很多的影响 谢谢陈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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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